就是剛剛有講到配重這個問題 那你剛剛說有一個長提 他就是有麥後面接四個微冠的時候 那他的頭他是不是也要換四個crown 或是他不是應該要 他如果真的講究的話 他不應該這樣子 因為感覺就是只有一個答案是會是對的 其他三個都是不對 這個我們回到以前A-Heat去看的話 其實你們記得A-Heat的時候有配中間配的 我們整組的 八件的場地 八件的然後你記不記得那個叫 德國那個礦子 礦子 你看底子一套是可能有三個 三個那個 我們三個中管有沒有 他的底盒是直離型真主的 事實上你有沒有留意到他的頭盤是可以調的 有 他的那個可以調 對那個就是說當你就換終結的時候 你的尾管必須拉 然後頭一必跟著打 對那個是礦子有講究 可是你剛剛講的那家公司出的時候他有講究嗎 有 有 如果說我們講究的事實上是 我們必須去以我們講crown的位置 要做微點 可是事實上那個因為是比較後代的東西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比較沒有那麼講究了 但是我們如果真的你在買D尾管或者B尾管 其實你必須去考究說像 因為尾管的長度不一樣以後 事實上我們吹氣的導角其實要做點改變 你想你的吹到B或者吹到B C或B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的氣的長度比較長 對 所以事實上導角是必須要適時的增加的 那當然像蔡老師剛才講的很好 最好就是一個頭配給我一個 嗯嗯嗯嗯 但是誰放得下去 那你先設計出來再說啊 沒有我是有聽說就是在在樂器商 他們現在是 嗯 在在的確有這種情況 就是Low B的時候他會忽然會打中 嗯嗯 就是他這次樂器公司自己跟我講 說我有做這樣 我也很驚訝 不過我覺得今天聽起來是一切是合理 合理 對需要啊 但是有一個情況就是有時候 然後我我們眼前的作物就是換一個crunch 然後他就是比較重 就是我沒有增加我的這個重量 對可是我換一個crunch 好像他的聲音的反射也會 重一點是怎麼樣 其實如果你夠敏感的話 我們講句不好聽的話 你拿tap我把你纏幾圈 你吹就不一樣 你也會不一樣 就是他單純比較重一點 是 哦 任何的變音都會 對會影響 但是我們必須判斷是影響是好的 還是不好 嗯 嗯 那有時候 我們大部分人會以前會加重是認為說我們聲音太輕了 聽起來容易飄 容易立 所以加重感覺聲音比較沒有一點點 留學德國的時候你的教授教你的即使是教法國派的東西也都會比較重一點 對我只是舉例 不是說一定這樣 你現在開了好幾集 你知道嗎 真的 你今天講尾管先收尾管好不好 那我剛才講 第一個是說用那個開孔 然後加長的去改善這個尾管的震動 那第二個我們講說比較直接這個大概在180-90年代 他們一個比較新的做法 他們一個比較新的做法就是說 在背母之後 他們做一個one-piece設計 就是說讓身體跟尾巴做成一體的one-piece 這樣Rae就很好吹了 哦 對 Rae的位置它會比較正確 那第二個它永遠沒有紅角斷叉跟掉的問題就解決掉 這是另外一種解決方式 這相對來講也是我看起來是比較容易的方式 那只是說不曉得現在為什麼就 因為盒子就要變成長了 對啊 我們相對來講現在做這東西比以前簡單多了 對說實在 說實在 這是第二種方式做one-piece的方式 那第三個的話我們就回答剛剛的配重 配重這個東西在我看到的笛子裡面 會注意到配重的比較少 有一種就是說像 呃 嘉芬老師那把木頭底路透的 他們在高級的 比較高級的等級的笛子 它的尾巴那個木頭是不同的木頭 哦 它跳比較重 是是 我要更正那不是我的是徐先生借回 哈哈哈哈 沒有 那一把就是說因為它的配重你可以留一下 它最初會比較配的比較重 它是比較重還是材質也不一樣 哦 哦 它是一樣的材質 一樣的同一木頭 但是木頭的話 它的我們木頭下來一定有重輕重輕 會特別挑重的來做一般 所以它是同一個木頭 同一種木頭 但是它挑密度比較高的那一種 對 沒錯沒錯 包括它會在吹頭會挑比較好的木頭 哦 然後它會重一點點 它的高等級會就這樣做 它的低等級會比較 就像木頭去下就這樣做 所以就跟這支樂器是一樣的意思 嗯 其實在前後都是很重 對對就照以前的方式它們有可以去到這個重點 哦 了解 然後金屬體比較特別是我遇到的就是 就是Henst Rhino在德國的一個比較現在 這個大概1956年代的樂器 好像這把就很特別 大家大概看起來大概覺得不怎麼樣 就是中陰底 就是中陰底 中陰底 然後比較特別是它的尾管 它尾管 事實上它沒有做一個tannium 沒有接 它直接變比較粗的管子 直接接樣子 它這個管子是比這個管子還要粗的 我們可以驗證是這樣子放得進去 哦 因為長地這樣裝不進去 長地裝 對 因為會比較窄 對 長地的做法是 因為它是加寬 對啊 它那邊加寬 長地的話會做一個tannium套環 套環 套環 然後接著 就是像這一個它有一個套環 有一個套環 所以它比較寬 對 然後是張尾巴的這邊 就接不回去 接不回去 然後這把比較特別 對 它的就是用配送的方式來做 所以這把笛子的效果會非常好 在背水來講是非常好吹的 嗯嗯嗯嗯嗯 就是配送的 然後一樣呢 因為它沒有tannium 它的音孔位置也可以在比較正確的地方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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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是我看過 最近就是對於微管的改善 我有發現到這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 其實 其實這個東西 如果放到一般的長地上來講 好像也是 可行嗎 可行 感覺上就可行 只是不曉得說 因為它擴大了之後 那個音孔是不是就是 變成它們就要重新到設計 以貝姆的想法 事實上 音孔位置是跟管性差別沒那麼大 哦 它一樣的音孔 是可以在那一樣的 一樣的 音孔 我們講那個旋 它只是用距離來看是不是 對 距離是一樣的 那事實上 我們在尾巴的話 事實上它的影響又更小 你加大聲有點像喇叭口 可以稍微有點擴音 擴音的效果 那第一個我覺得 比較認為是它的配送 會造成樂器 它從那邊吹過來 它的反彈 低音的那個回顧會比較好 嗯嗯 然後整個它都類似 可是我剛剛還是有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記得我們前 前集有講到貝姆那個音孔 它不是有一個試算表的概念 就是你多好的長度 然後它有一個等比 所以你的孔應該怎麼鑽 可是我們剛剛在講 因為你加了尾巴這件事情 它的整支長底的距離 長度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話它這邊都沒有 前半段是固定的 對啊 那就變成是要調整頭 是這樣從頭這樣調整就可以 就聽起來好像 這個整個音準都 那你意思是 就變成身體這段其實是固定 導孔的導氣 導氣的角度 這樣我就沒有聽了很多 那可以舉例說 那個地方就是我們想像我們吹口孔 吹下去 圓孔底下是一個牆壁 好 那我們下去氣速順著就跑 對 那當然我們一般認為說 下去就是你的導腳 是讓你的氣怎麼順著就跑 然後你當然C尾尾 V尾的話 C尾比較短 V尾比較長 所以我在吹V尾 希望我的氣能夠過去一點點 所以這導腳長會導多一點點 所以什麼導腳導多一點 是切的比較 對切的角度 這個就是對 所以你那個吹進去的那個位置 它舌頭的那個地方會差一點點 就是我們其實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差別 是不是也是演奏家自己 去調整 吹下去的感覺 一般來講 最好就是在做的時候 最近多點導腳 我們的那個叫Undercut Undercut 就是吹起來我們就可以更自然 不用想說吹C變這樣吹B變這樣 是的 但是我還是會回到 我還是在糾結 就是那個 就是說感覺那個音孔的位置 那個比例上面 它是一個很精準的東西 還是說它那個 所以它那個 只要一換長笛的長度 它應該就是它要重新調整才對 還是其實它的那個精準度並沒有 就是沒有龜毛到那種程度 就是等於是說你其實靠吹腳就可以解決 這個東西在貝姆來講 他當時 這是他發明這個貝姆是Gear的 很重要的意思是說 它可以透過科學計算 你的音孔是可以定下 當然我們每個人 就是有一個可容許的一個範圍是不是 就是說如果說它的定義上說 它以當時的氣溫 吹氣的角度 然後去物理上算出來 我們幾赫子幾赫子 是一秒跑幾次嘛 然後你透過距離是不是可以算出來 就是那個距離跑掉了 我想那個應該是跟你的原來的管子的長度 這件事物理上來講 反正你如果管子的長度 那個這個管徑沒有變的情況之下 你管子越長 音會越長 音樂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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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就是這樣子來算出來這樣 沒錯 但是我們注意了說 它開的音孔位置就是一個斷點 一個音孔就是一個斷點 也就是說每個音在這裡 所以在高音的部分 它斷點已經固定了 除非你要往更低音吹 你才需要更往下延伸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上半部 上面是沒有差的 你自從你的吹孔到 譬如說深C那個孔已經決定完畢了 就是這個音由這個音孔確定斷點 因為你氣在這裡就已經回來了 因為你除了你蓋氣材 過去再震動 可是你一開就是在這裡 就斷掉了 就那管子就變那麼長了 其他就是漏掉了 再長一點再長一點再長一點 透過音孔讓你的氣速可以延長 喔 是這個概念喔 那這樣合理 所以後面就沒有差 因為它主要越來越長 那後面往後加也其實也不用調酷了 可是你要吹最低音的時候 你必須讓氣倒過去啊 因為你最低的把快甲 你必須去倒氣 我自己的想像是 你如果越低的時候 你讓它越順過去 越容易下去 那但是我猜啦 我當然猜如果你這麼 就是SFOOT就太多的倒腳 是不是聲音過去會有一點太快 所以音色會變得比較不集中的感覺 你是說以你用V尾的CUT 然後這類西尾的尾巴 對 會不會太順 所以反而會覺得那個聲音的凝聚力不夠 理由上會 會 但是這個我們一樣講在科學上 你的音響程度 這個程度是不是人可以感受得到 還是說你有沒有聽到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其實反而樂器是給人吹 如果人感覺不到吹不到 那是可以不努力的 那我問一個十百億的問題 譬如說 假設我今天要調那個CUT 我今天要吹到C 跟我要吹到A Low A 那我是要往下調還是往上調 一般來講我們對稱常來講 Coco位置對以後 往低音 你要低音好的話 要把Coco往上調 因為低就要兩邊拆通 對 因為我們Coco 有時候我甚至把它當成一個緩衝區 就是說我們氣下去這是一個緩衝區 你低音的氣勢比較慢的 所以你就要多點緩衝 因為你緩衝短以後 是不是氣跑比較快低不好下去 這個震動的 喔 震動的想法 所以是緩衝區 喔 緩衝區 但是 緩衝區你太大以後 你會覺得說你的音會不清楚 嗚嗚的 因為每次都是嗚掉的 沒有一個焦距焦點 就像我們看東西的焦點 喔 調Coco是為了 我就是我調的是調焦點 第二個是調左右所的平衡 嗯 那如果說我們以現代場景來講的話 我們是不是假設 因為我現在一直把樂器是 我其實是 反而是Low B的 然後因為我應該 你去改嗎 你去改 重新配一個管子 我重新買一個B服 喔對啊 就重新配B服 對 對 因為其實是為了上課 我覺得我不要再那麼重 那麼長的鬍子這樣子 所以 但如果這種情況之下 是不是我就要把那個頭的那個 那個後面 所以調一下 回來一點點 事實上如果說你以C尾的話 Coco是不需要動的 喔 就是只是C跟B沒有到那麼黏動 所以是真的只有 加兩個劍跟加五個劍 才會有這個差別 落差才會比較大 落差比較大 那你可以放心 哈哈哈哈 可是你為了輕一點 然後你特別去訂這個盒子 跟一個圍 沒有沒有 我就是 我就是買一個盒子 不用特別訂 喔 對啦 就是一個標準的 兩個都放進去這樣 你為了不想要 不是不是 我就是把它變成是 一般的 C微管樂器 然後就買一個 一般的盒子 我不用訂做這個 那時候就買一般的 然後就這樣直接 然後就直接帶來 把它當成 B-U管樂器 C微管樂器 C微管樂器 對對對 其實像這幾年 網上看到大陸底子 已經想法蠻進步的 他們有說一個底子 是附三到四個尾巴的 哇 大陸的大陸 要幹嘛 就是讓你換C微B微啊 可是那四個 對啊 為什麼會有四個 一樣是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再少一個是B微 就是三個了 喔 所以他們已經有這樣 底四個是什麼 一樣啊 到A喔 生C 生C 生都 都一個 Rae一個 生都一個 就是到這裡是一個 對 然後到這裡是一個 第二 到這裡是一個 再是一個 所以我今天要到Lowb 所以我就這樣結 就四條貓蟲這樣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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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是小貓蟲 沒有在接蠟筆有沒有 接彩色蠟筆 這樣接接接 講到這個 你講接 像我們剛才講說 那個以B微管 有一個鍵這樣 弄進去 對不對 就是在接 從C微接B微 這樣不是又多了一個套環 是啊 但是它可以減少你 換整治的成本 是啊 那是VC VC Converse 很好喔 VC Converse說 這是美國的專利 可是那我剛才講說 第一會有一個很 weak的感覺 那它會不會發生在這個接環 另外一個接環上 也是會 會 所以 有人做法就是直接換 以巴整換 對啊 整換 而且因為它那個機械的裝置 連動的桿子也會 對啊 但是那個VC Converse 那個很簡單 只是一個連桿 哦 那你只是再多勾一個就可以 就跟這個一樣 就跟這個一樣 對對對 這支有有有有眉角耶 對啊 這支第一關有點是有眉角喔 這支我們要介紹是說 我們在Modern場底的執法裡面就說 在第一個八度的升息跟降低 對 甚至C跟升息 是沒辦法做去喔 但是這個在以前他們就有做的處理了 就譬如說 你用這個鍵按下去 它把這個蓋起來了 欸它是兩個耶 兩個 它是為了 它得把B蓋起來 這是另外一個系統 這個是給誰 一般是升息 它蓋起來以後 你可以就這樣按 變成說你升息跟升低 可以做去喔 在目前的環節用法講 就是沒辦法做打電 對不行 可是通過這樣就解決掉 D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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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ória 那包括C C跟那個升息也是一樣 D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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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這像我們跟樹底一樣嘛 應該說樹底當時是 是模仿場底 背母式的 所以現在樹底是講背母式的 樹底發展比你場底晚一點 應該說他在當時操這個機械軸是慢一點點 可是樹底掃鞋的發展是跟場底慢一點沒錯 他們掃鞋是彎器A器那種系統 趕快拿回來 不要再講樹底 不要再站起來 開另外一個地道 所以說這個我們講說 尾管的傳統是可以給下一個參考 其實歷史上做過的時候 他可以透過沒有用手指來幫助右手劍 對 因為尾管的確對我們來講 你用一個小指頭要操作所有的東西 其實是很傷 負擔很重 所以其實以前他們Maker是自己真的會摧 他們知道真的會發生什麼事對不對 就我們現在一直拼命 就像嘉芬老師說我們就刻苦耐了自己練 練啊 小指練這樣子 因為我們那個練習前最後一頁都是 各種下面的Dream 然後沒成功都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對 那個不夠靈活啊 因為原來人家 電動到榜 原來人家 你去把YP留冊 對 因為連那個 就是作曲家或是寫譜的老師 他都跟你練好 就是要你去練那個東西 你就只要練了 消失練 抖跟瑞 抖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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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去 然後他都會直接就做一個劍來解決 對 做一個 的確我覺得像江芬老師剛剛講的 就在以前那個年代 其實有時候還在實驗的時候 你實驗的話 你各種東西都可以做 對 對 對 但現在好像定型人 那定型你其實要叫廠商 一個這麼大的公司 他每年出廠這麼多的樂器 你突然叫新的模具 我覺得他應該也不划算 其實這是一種 我們講說定制的 定制的想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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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說你要有人先有這個想法 才辦法去實驗 因為 像我的笛子就有加深思一鍵 深思一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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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有些optional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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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選擇 對 這個其實我覺得蠻好 他應該要把它加上去 是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那個B鍵這個事情 太好 這可以解決很多我們真的手 手上的問題 小指的波單其實真的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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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一點 每天手指頭要練舉重 你真的要練舉重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特別 是在二十世紀初 我們現在的B都是長臂的 事實上他們在馬瑞系統做一個 長開的B 哦 我說長臂是說 長臂遠 我剛剛在講 我講說好長臂 是說常常要關閉的按鍵 關起來的 對 他們那個年代有做長開的 但是平衡上怎麼辦 就是手指頭按 不是一般我們會覺得按是一個 按下去感覺比較抓住 這樣可以平衡住 抓得住 所以我們在演奏上 包括握法上 其實是要做一些改變 嗯 像以前的意思來講 事實上對於小指的應用 不是那麼大 嗯 對啊 因為你只有Rail而已 你幹嘛要小指頭呢 請幫我打上去 也就是說 我們在拿恩怡式上 有時候你的小指太用力了 嗯嗯 其實我們在講三個支點的時候 沒有講這個小指 對啊 我們會講吹扣然後這邊跟這邊 對 沒有講到這裡 對 可是我不一樣耶 我是這裡 這裡跟這裡 真的嗎 跟哪裡 跟哪裡 我這裡沒有 你那個可以說是plus的輔助 但是那個最重要靠的我 因為你這樣子其實就會穩 如果你這邊真的有穩 可是 你這邊如果不穩 你這邊你就會更負擔更大 就是它有個先後順序 就是你要定點的 或是要Balance的先後順序 不準備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敲敲板 可是我這樣會扯太遠 我兒子給它回來 哈哈哈 敲敲敲板 這下次人 對對對 所以瑪瑞的系統就是說 它設計就是 在把這個 長臂的口再打開 那是另外一種想法 它讓你小指可以解放 嗯 所以在系統上 它指法也做了 它有這樣的 有 就是樂器 現在看得到 有有有 有有 已經停產了吧 還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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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美國的樂器 但是這是定制版 因為它跟Marden的指法不一樣 不一樣 在小者地方 要做修正 所以它就有點像那個 OpenG Shop的樂器那種感覺 就是我需要按降咪的時候 我其實反而是要放開了 對 對 沒錯 所以但是它 另外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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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這個也改 然後OpenG也改 那不是長臂 這個改你就一次改到 叫本要寫另外一種 你就忘記 你就洗掉你的 就是心樂器 對心樂器 洗掉你的記憶 對對對 這是近代我讀到說 比較有 不一樣的地方的一個場 所以執法上大概問題 就是目前的這個情況 那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所以我覺得 現在大家對於這個B foot C foot幾乎 就像許先生講的 其實定型 對定型 而且我們也被教育 就是我們就是這樣子 練起來了 對 我們還想跟它相處 跟我們的樂器相處 對我們還覺得說 是自己沒練好 對 對 其實也可能是 真的 我們這是 魔法讓他有藉口 你這樣一講以後 我們大家看了影片的時候 這是他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等一下每個學生都會說 老師 是我樂器問題 那個Momo老師說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 沒有啦 我覺得每個同學 還是要乖乖練 練這個微管 小指頭這些 我覺得我們至少 講解這件事情 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我們遇到這些事情 其實有時候是物理的現象 有時候是本身 這個結構就是長這樣 我們可以用更聰明的方式去對應它 而不是苦練就好 對 就是可能知道它有什麼缺點 或者它有什麼強處弱處 或是樂器 就是要一直進步 對 一直進化 那雖然曾經它 感覺好像比較進步 但是它一定有它的原因 導致我們後來沒有辦法 再繼續 所以現在的 現在新一代的發明家 可能要想說 如何讓它達到一種通用 通用的可能 可行性 這可能就是後面的人 要想想看 對 可是我還是建議學生 你還是要練習 還是要練 你還是要練 我本來還是要好好練 所以你還是要好好的拿捏 你要不然不練的話 你就是自己去發明 對啊 當發明家 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樣 看你是要花時間在發明上面 還是要花時間在練習上 對 因為有些人可能他不想練 他在那邊同仁比較快 他家裡有辦法去支援他 我覺得這樣也是照顧大家 因為這樣變成說 照顧我們全部的藏敵人 對 如果他解決這件事情的話 可以 這是可以解決的 這是你期待中的結尾嗎 對 要不然就學我 就找不到樂器做的 就簡單練 太多 你現在每次去都練不完 就是 光 不用 哪一部分出來 就幾個小時過去了 對 對 可是我的確我覺得 看到 今天看到這些東西 這些樂器 現場的東西 可能 也許大家如果有機會 可以現場看得到 我覺得你可以更清楚了解 我們講的那個 差別在哪裡 那當然也是希望說 將來我們有機會 可以越來越多這樣的機會 這樣的嘗試的樂器 然後讓大家可以有新的練習的方法 讓長笛可以變得更順暢 就是我們在練的時候 不是說你不要練啦 你還是要練啦 你要知道樹笛 樹笛 我記得樹笛這裡是四個鍵 這裡是四個鍵 那當然它有相通 它是這邊跟這邊有一些音器相通這樣 就像剛剛這個 共用一個鍵 對對對 就像這邊一樣 你按著跟這邊是有相通的東西 但是它還是有四個鍵 它還是有四個鍵 所以你還是需要去練這個東西 那只是說 可以有互相幫助的一個部分 一個情況這樣 樹笛相對來講 它的力矩會比較大 長笛就太小了 樹笛畢竟它是個長 然後它槓桿比較神秘 可是長笛這個地方 我個人是覺得不太合理 我覺得我們的知識就已經不是很自然 很自然 對 對 我們要弄這個小紙 跟這個無名紙跟小紙 其實就是 我們就是練 對 要練啦 要把它練到拿得好可以 現在看到居然有輔助小紙 就覺得 為什麼現在沒有 加錢就贏 對 現在是可以透過定製的方式 要求廠家做這個東西 這個節目我們還不知道有定製這個服務 對啊 我們一般知道只是簡單的那個 對 就是去那個品牌然後買一把 就是他們規格 規格好的東西 我們都不知道 可以按照自己的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想要加強的地方去定製這樣子 不過這真的也是 你要學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才知道你缺什麼東西 你才會知道你的需求 對 真正的需求 因為不可能你第一把樂器就全部 上面全部都裝置都裝好 那我覺得學生看到應該也瘋掉了 老師也不會 我到底按什麼鍵 老師都不會按 對老師來搞不定 學生要先研究這樣子 從我異復星開始學 對 OK好那 不曉得各位老師還沒有 就是今天對於圍館這件事 還沒有什麼 想要 再說明補充一下的部分呢 我有一個提 延伸提 請說 但不能延伸到很久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像剛才我們就在講那個 延伸 像我們剛才跟嘉芬老師在講說 這個東西比例啊這樣 比例問題 好我們剛才講到尾管 影響不嚴重對不對 但是我們自己叫管樂團 小孩都把頭管拉這麼長 嗯 嗯 那這樣 調音 對 他們就說 我們調音器看起來它就是一直太高啊 然後它就一直拔頭管 對 那這件事情就非常嚴重了 因為它就變成 譬如說它以為拉已經是對到綠燈了 對 但是其實 其他的就不準 其他的比例通通跑掉嘛 對 所以其實拉頭管是相當危險的事情 對不對 其實現在這個問題最主要解決是它的氣速問題 對 其實是吹的問題 對 它一直比較血氣方剛 所以它的速度快 所以它那個高壓 它怎麼 而且因為它們都不太會吹進去 它們都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 往下 然後它們就會一直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禁止它們拉手 我說這是吹的問題 對對對 沒錯 所以我們這邊要真正告訴所有的同學 對 不是一不準不能只靠 對 只靠你就一拉就會 對 不是物理性上說你的管子長 因為管子長就被你後面其他的那個比例 對 對 就是不對 不是拉準就好 所以應該就是你原來的吹奏方式必須要正確 對 你這個正確的之後 你其他的才可能符合那個音準這樣 對 所以真的大家就一直拉拉拉拉到那個拉準 其實所有的問題都可以靠你的耳朵去解決 因為你的耳朵想要找到那樣的音色音準的時候 你的氣流 你自動 對對對 人體是還蠻奧妙的 對 對 其實我們一般在吹這個我們講Banding的時候 事實上你可以調到半音 對 對 所以很多時候初學的話最多是氣速要慢 嗯 那氣速要慢有時候你可以強迫它 強迫第一個它的吹口角度往內轉 對 然後第二個改它的手握的支點這樣會改上 對啊對啊 所以大家都誤以為是那個頭管要拉來拉去的事情 對 那個是一個最基礎的東西 對 可是那個真的不是解決問題方法 對 大家都沒有在帶穩力那個部分 對對對 OK 好那 如果我們各位老師 其實我們真的是每次討論非常熱烈 因為討論其實是挺不下來的 那我很非常開心我今天可以來到這邊 那我也很希望下一次就 當然不一定是我啦 那也許燕秀老師回來再組織 或者說我在旁邊偷偷聽這樣子 那 加一把椅子就好 對啊 加一把椅子 加一把椅子 對 我比較想從上面洗 可以可以升降 升降 我請你剛剛那個怎樣 然後就下去自己再下去這樣子 那 我希望下次 因為我們其實還有很多 我覺得常提很多東西可以 可以這樣子 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那今天 當然我們討論的東西 可能跟我們 許大哥 許老師他會帶不同的樂器來 因為他樂器真的是太多 所以他會 下次我們會再找另外的話題 然後請他帶不同的樂器來 再針對這個東西 再跟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那跟大家一起說再見囉 好 拜拜